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如何调整好人设的角色,让自己重新开始,建议你学会边走边扔 一,真相上的陋习 朋友小李说了一个男人寻味的故事 他是某单位的司机,任务是接送单位上司上下班 单位里的某经理退休之后打了电话给他 小李过来接我一下 小李以为经理失去原单位办事就去了 结果,经理只是去买菜而已 第二天,经理又打电话给小李 小李说,抱歉,我现在是王经理的司机 显然,某经理一时半会儿无法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还把自己当成上司,要司机帮忙做这做那 另一方面,某经理也遭遇了碰壁的事情,内心怪难受的 在单位很多年,我们形成了一些习惯 在思维上也有关心 聪明的人很早就扔掉了这场漏戏 扔掉讨好,对上司唯唯诺诺 希望和上司建立朋友关系 为自己争取更多,升职加薪的机会 对同事主动示好,希望大家推举自己 平时也不要吹捧谁了 那些虚伪的话会让同龄人很讨厌 都是退休老人,还求什么职位呢 谁又能低人一等,高人一等呢 应该是越真诚越受欢迎,扔掉匆忙 每天早晨起来,不要匆匆忙去赶公交车 也不要想着去单位打卡了 而是锻炼好身体 从容的走几步,扔掉工作群 有的人退休之后,很长时间在单位的群里 看到单位布置工作,还会搭话 告诉大家要怎么做 他的想法很天真,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如果他被群主踢出去了,会很没有面子 主动退出工作群,这是应有的自律 既然是退休了,就是在群里闲水,都会觉得碍烟 扔掉勾心斗角 退休之后,我们应该不再去管什么从理法则 和谁争执不休都没有必要 抱着温暖的心去关爱别人 把自己的利益分享给别人 人应该有支配习惯,而不是要习惯支配自己 如果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掉 那就保持安静,克制自己一段时间 二,无用的人情 前段时间听到这么一句歌词 他唱得很直白 身为很单纯,复杂的是人 说白了,活在这个世上总有让人不舒服的人际关系 比如,有人觉得你好说话,什么都找你帮忙 你帮了,他认为是本分,你没帮,他就在背后重伤 还有人与你三观不同 话不投机,半句多 很想到问题都能够和你争得耳红面吃 爱一面子,你总是默许这种交往 却在不知不觉中委屈了自己 有句话说得好 心里掉一些无用的社交 让每段关系都脉络分明 成年人的世界本就不易 不妨大胆一些 试着丢掉那些让人不舒服的人际关系 想起我的一个朋友 他在与人相处时最大的一个特点 既不热络,也不冷淡 我从热心的准备将他拉进了一个平台的交流群里 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他告诉我 国多无用的信息让人焦虑 被迫营业的交往 叫人心烦 在此之前 他已经退出了很多无用的微信群 为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人际交往 他还说 选择与自己喜欢的人交流 然后远离不舒服的社交 善待自己的情绪 感觉真好 是啊 我们确实不必为了周旋其他人 而委屈了自己的心情 憋屈自己的事就拒绝 生命中无缘的人就放手 伤害你的人就离开 北宋在向王安石退影之后 住在江宁 苏东坡从黄州去汝州夫人 特意绕到江营拜访王安石 两人谈了很多 一起去周边游玩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交单时苏东坡提起了国家大事 说如今西北在打仗 东南又规模性的事件 你应该知道吧 怎么你保持沉默呢 王安石举起两个手指 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慧新引起的 我已经不在潮里还能说些什么呢 之后苏东坡还写信给王安石 希望能够局限秦官 在信里列举了秦官的优点 行义 羞伤 财敏过人 有志于忠义 王安石回信 委婉地给拒绝了 又到时人走茶凉 虽然你曾经是一个风云人物 但是到了后来 就变成了咸云以和 不能够再去动用自己的老部下 就圈子了 虽然曾经有交情的人 碍于面子会给你一些帮助 但也是难为情的 如果你被人拒绝了 又特别难受 因此扔掉过去的交情 才不会为情所困 就是由老同事请你去参加饭局 都尽量拒绝 非得要去 就要搞清楚 饭局里有哪些人 有什么目的 生活在人情社会退休的人 却要学会博情 同事情和亲戚朋友的性感 是不一样的 别人和你交往 其实是和你的位置交往 做人不在其位 不谋戏政 居里夫人一生赞云无数 但是她把奖杯送给了孩子当玩具 还说就要让孩子知道 奖杯是不值得炫耀的 埃斯坦把奖金支票 当成了书签 丝毫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 很多退休的人 喜欢把奖杯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希望每一个来串门的人 都能够赞美几句 顺着大家的赞美 她可以立即出 自己当年做了什么 轰轰练练的大事 也有些人习惯了一开口 就说当年 我多么厉害之类的话 把自己的功劳吹嘘一番 就告人一等了 他们不知道 吹捧了自己 其实是碾压了别人 会让别人不舒服 鸟龙笑容告诉我们 如果家里有一只鸟龙 而没有鸟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买了一只鸟 放在你笼子里 因为别人总是问 为什么鸟龙是空的 问题让你很烦恼 聪明的人会扔掉鸟龙 不必被别人的言行 左右自己 奖杯 工作证 荣誉书 工作服等 都要扔掉 扔掉的方法 不是让你简单粗暴地 丢掉垃圾桶里 而是把这些东西 放一边去 从内心伸出淡忘 不要时时刻刻挂在嘴边 俗话说 有舍有得 在扔掉一些东西的同时 还要拿起一些东西 让自己的退休生活 变得丰富 多彩 其一 锻炼身体 养成早睡早起 健身锻炼的习惯 身体适当运动 对中老年人的健康好处很多 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过程中 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也是促进老年人 长寿重要的手段之一 坚持锻炼 适当运动 可增进中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达到防病 去病之目的 适合中老年人的健身 锻炼的项目很多 个人应当根据年龄 性别 体质状况 原有的基础 兴趣爱好 设备条件和周围环境的因素 深重思考和选择 适宜本人锻炼的项目 一般选择全身各关节 和便于掌握 和能够坚持的锻炼项目 像是散步 健身跑 游泳 各种球类和习自行车等 其中 散步对中老年人最易掌握 是一项随时随地 做可锻炼的活动 选择空气清新 鲤目幽静环境 轻松舒展 步紧不慢地 进步而来 一定会感到心旷神异 皱身舒爽 参加约会和社会活动 如果路程不远 时间充裕 那莫以不当车 即是到达目的地 也是锻炼机体耐力的良好机会 其二 关心家人 适当地关心家人 但是不要处处都进行干涉 对于那些退休了的老年人来说 他们要是和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的话 就总是喜欢过多地干涉儿女的生活 能够看出来 他们是关心自己的儿女 才会多多掏心的 其三 乐山好施 可以去做义工 或者在社区的安排下 清扫马路 帮助穷人等 善良的行为可以打发时间 也能够树立自己的形象 既得 既福 人人一生都要懂得取舍 常常清理屋子 会让家庭变得干净 常常清理内心 会越活越轻松 愿你我 扔掉一切烦恼 过咸韵野喝的日子吧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